我有一个哲学提供给大家 很多人对我有不好的 比如说毁谤也好 或者是攻击也好 你会发现我是不予回应的 因为我觉得要回应 要对值得回应的人回应 所以倘若你想报复一个人 因为他很渣好了 各位亲爱的 你觉得一个很渣的人 值得你用一种对等的态度对待他吗 你都把他收成渣了 他应该就是跌在地板上的一个烂东西 那你就要趴在下面跟他对决吗 如果你觉得你是对的 你是好的 你是站着的 我建议大家不要趴下去跟他一般见识 我建议你就是应该昂首挺胸 离开这一坨渣 这是最好的方法 当你还在跟他对应 你还在回他话 你还在气他 你还在被他的一举一动牵引 你就是把自己降低到跟他一样的等级 这是我的看法 我用这个方式让我忍住了很多的脾气 跟告诉自己不要一般见识 晚安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